不呀 你这袜子是咋穿都得放在外边 是不是啊 你学校做了个蛇 哥哥玩一下好不好 啊那时候呢 有过呢 真生气了人家金柳俊做的 一会他弄完了给你好不好 你过呢 嗯 生气了 也四伯冑 你快玩了 你 好多来吃 你 我要留后花去 花 etwas啊看 花是乱了 花是乖的 你想吃 花是乖 他很乖 花是有 Brigitte 你快去聊 花是呢 花是突然疼 花是発表了 你的优优就 花是哪 花是淡花 你自己里面为了 花是擅长了 我来说就有这么好的 我就来说 这么一技能 可能有一个给你们 嘉宾 也有一个给你们 我第一次在家上 我再给你多一下 很好 我再给你五分钟 我再给你五分钟 然后给你一个给你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 我已经要给你维修了 我现在就叫你一个人 你一定要给你多一种 我只要一个人 要不要拖累 要不要拖累 好 有什么 要不要拖累 要不要拖累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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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说 宇人家去帮忙 有什么事 你跟他说过来 对不起 不要 宇人家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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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 你又有趣你做得更好嗎 你少少做好 你也要做好嗎 我都做得好嗎 你也做了我 拿來這裡 我再做一會 我再做一會 什麽 什麼 什麼 我都做了 啊 啊 好的 我妈给你一家给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好 好 啊 我给你一不给嘛啦 这吵架 这吵架 那谁也不让步 你是咋整啊 啊 那人家这是 尤俊应该吗 他在做的 尤俊应该说 你一不给嘛啦 那你一不给嘛啦 嗯 可是尤俊呢 快 一不给一个吧 你说尤俊呢 这三个他说 打翻天了 但是老大老二 应该会绕着老三吧 到时候 你们说是不是 老大老二可能会打一下 但是老三的话 是人家弟弟了 应该就不会打了吧 嗯 在这冷战上了 弟弟要 哥哥好好说话再给 哥哥呢 就不示弱 这以前的话就抢了 不过现在老大也懂事很多了 就不跟弟弟抢 然后等他玩够了再给他要 嗯 再调解一下 哎呀 他 弟弟说回家了就给你 特会啊 会谈条件 起飞一下 妈咧 哦 哎呀 终于 整到手了 好玩吗 好 走开 走开 可是我们晚上去同线去家呢 嗯 到家了 今天要给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哈哈 就是之前来给我包包子那个阿姨 她这个月来帮我了 但她有点忙嘛 她就一周来两次 然后每次的话 呃就是一天 呃 但是我给她钱的啊 我肯定不能白让人家来干活的 然后看她 来了 这个是 昨天收拾的衣服 都弄好了 摆好 但是我觉得 弄两天 一抽屋 就就 把完蛋了 所以这个吧就是 这家务活 不是一天能干完的 没事就干一点 袜子什么都整理好的 给你们看这个 这个是最经验的 好整齐啊 我们每天都是那样裸 他是这样这样裸 就知道哪个是哪个衣服了 然后都摆好的 然后都分裂好的 看 特整齐 特整齐 然后上面的衣服呀 还有这边的 全都弄好了 包括呃 上次去关岛的时候 我老公找不到的那个游泳服 都被这个阿姨给找到了 应该在这个柜子里边 那啥的了 被子也是 其实下边都很多要扔的 他说先不要冷吧 好像没什么冷 都挺好的 但是都好 就是好啥事也都不用的了 有都是我老公上班的时候 在办公室的那个被子啥的 他都给叠好 整理好的 太整洁了 然后柜子也都摆的特别那啥 因为哇 我有的东西都过期了都没扔 然后呢 就在这个厨子里边 还有的是 每次不舍得扔的 都在那个 呃上次搬家的时候 都有两年了估计 就不舍得扔 有的是我愣完了之后 扔我捡回来的 然后呢 想就放着吧 这个是看 嘿嘿 这个是金老二的学校 呃 过中秋节的时候 送的一箱那个紫菜 哈哈 他把照片给放下来 好可爱呀 整洁吧 太好了 其实不需要太长时间 所以他一周来两次的话正好 而且 阿姨更好的是 他还把我们要吃的 他不来的两天的菜给我切好 然后告诉我怎么弄 还有饭 看这冰箱多正洁 饭也是的 给我裸好了 哎呀 简直是 太美了 然后就阿姨来的时候 也跟她说 为什么我们就找不到合适的阿姨 她说是因为你 老是把活儿扔给别人 你也不告诉她该干啥 但是韩国的阿姨呢 需要你告诉她干啥干啥 但是我不是那样性格 我就是想着 哎她 她不用问我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干啥 我只是把我家的表面收拾干净 比如说 地压脱干净 桌子收拾干净就OK了 嗯 但是像冰箱啊 柜子什么的 他说是需要你去告子 不然的话 人家也不敢动你家的柜子 我是不知道啊 然后就 呃 他说你要不告人家的话 然后你又不给你收拾 你就觉得人家不好干活了 我说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阿姨就跟我说 是因为他们培训的时候 人家就告诉 不让动这个主人家的柜 除非主人告诉你干啥干啥 但是我就觉得吧 我一个小年轻的 只是人家年龄大的干活也不好 所以吧就想着 人家每次来了 就他们自己干就行了 你们觉得哪块脏 哪块啥的就 嗯 哎呀 所以那阿姨说 那你肯定不行 然后这阿姨我就每天扔给她 我说不是每天啊 她来的时候 我直接扔她 我说你想扔的你就扔掉 然后你看收拾吧 都交给你了 她说行 这回咱俩语言通 因为语言不通说明白 家里有没有老人 跟他们就是跟这些阿姨们说话 所以就导致可能之前都不行 再加上家里啊 还有孩子可能也觉得吵吧 这个阿姨还喜欢孩子 每天来的时候 哎呀我儿他们也可喜欢她了 没事就呃 问那个呃 她管的叫应该叫什么 叫奶奶 说咋没来 我说那不能天天来呀 就这样嗯 现在呢就轻松很多吧 然后我说在我直播的时候 她来帮我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下播了 我就回家有饭吃 也不用回来做饭了 哈哈哈 是不是挺好的姐妹们 报告完毕 然后今天视频先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